当你投资金控股票 你就必须要了解一件事 金控千万不要只看 去买股票 真正它的体质 还是必须要去搭配它的 去看它的 是正或者是负 脑袋决定口袋 口袋决定自由 嗨大家好 我是楚狂人 欢迎收看财富狂奔 做台股 虽然说我们知道台股 有很多是亿元以上的大户 但是呢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台股投资人 都是相对的小资的这种散户 可能就是几十万 或者是上百万的资金在做 但是小资族也想要靠投资赚大钱 那小资族呢 他不太可能会去买一个非常高价股 什么一千块两千块 甚至更高的股票 所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议题 就是在低价的铜板股中 会不会也有可以帮我们赚钱的黄金好股呢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算力教官杨里轩 来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何在股市中挖掘到会赚钱的铜板好股票 欢迎今天的来宾 算力教官杨里轩 机长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教官 第一个想要请教你的问题就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便宜美好货的 是 然后那股价呢也是 它就是等于是投资人来投票 这个东西是贵的 还是它是没有这么有价值的 所以可是我们又知道 好像也不一定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想要请教你的问题 如果说我想要买低价股 因为可能我资金不够 我买高价股的我买不起 那低价股的话 除了就是怎么样去 它可能有一个很高的涨幅以外 我比较怕的是 它会有什么风险 是我看不到 不小心买了就踩坑的 这个要怎么去判断呢 其实很多的高价股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一个问题 所有的高价股其实都从低价股上来的 因为所有的公司的股票 一开始股本都是 票面价都是十块钱 但是高价股就一定是好股票吗 其实我们来跟各位分享 其实在历史上面来讲 有非常多的案例啊 你看宏达电 宏达电的股价也曾经到了一千多块 结果现在宏达电的股价 大概长年的时间大概在一百上下 在疫情的期间 我们看到了富邦煤的股价飙到了多少 飙到两千一百九十元 那现在富邦煤某某购物 富邦煤现在来讲 股价只剩下大概五百八到六百之间 所以其实高价股是不是就是 就是好股票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高价股它肯定一件事 它的EPS可能相对较高嘛 可是我们必须要考量一件事 就是说我必须要在合理的股价买进啊 否则一般来讲市场上 对于一档个股的股价 如果一档个股它在成长的时候 在迅速成长的成长期 市场上会给它一个很高的本益比 这个本益比倍数可能高达了30倍 40倍甚至50倍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疫情期间 因为大家封网购 那这时候就发生了一件事 包含像有一些第三方支付的 像绿界 像绿界来讲 它的股价也曾经到2000多 那现在股价剩下500多 所以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 其实你说台积电现在580 580台积电要拉到1000块容易呢 还是一个一档10块20块的股价翻倍翻到 10块翻到20块或者20块翻到40块 这样子翻向上翻的速度快 其实反而低价股它向上翻更容易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说 低价股难道就没有好股票吗 其实有的 因为有很多的低价股 就我们长期投资人而言来讲的话 如果一档产业 它算是一个很成熟的 对于一个新进市场者 他看到这个毛利率 或每年固定获利就是这样 他没有很大的暴利的时候 这时候市场上面大部分的新进者 他就不会想要进来抢市场 那于是呢 他就会股价相对稳定 甚至于他的一个每年的获利相对稳定 殖利率可能就是固定4% 5% 6% 没有人想要抢进了 这样的一个产业 在合理本益比以下 殖利率在一定的标准以上 其实它比我们定存股好 比我们存在银行的定存还好的话 那我资金就会放在那里 那再来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看了一件事 你千万不要因为某一年特别好 某一年特别好 你就去买它的个股 比如说你在过去三年 去买航海王的股票 那么现在这些航海王怎么办 现在这些航海王通通变成游领船了 所以长期价值投资人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追逐短期的突发性 因为全球供需失调 过去三年疫情所造成 全球供需失去秩序 所造成某些个股获利突然的暴涨 那这样的个股我们去追逐它其实就没有意义 所以还是回归过来 好股票高价股你一定要有好价格 低价股有好价格 它也不见得是个烂股票 从这个思维去思考 所以说要找到低价股 而且是优质的铜板好股的话 它其实应该是有一套方法的 所以我想要问教官是说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要怎么样去找到这种股票的方法吗 一般来讲的话我大概挖出铜板肥羊股 大概我有四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从隐藏价值挖掘好股 那这个案例等一下我可以来分享 像过去几年包含元泰啦 情益空投啦 这样的案例 我们从隐藏价值里面来挖掘好股票 那第二个就是一次性错杀的天鹅股 其实在过去的经验上面来讲 包含像我手里面的 我长期持有的 像大峰点在105年杀价竞争 是唯一一年亏损的哦 有限电市从年收视费6000块杀到1500块 低于成本价格 股价从50几块崩跌到30 那这也是一次性错杀 包含台湾气垫共生被公平会裁罚 它的四大发电厂被公平会裁罚 总计十几亿的一次性的错杀 股价崩跌到20块 那我也进去买 那这些案例其实我都可以跟大家来去分享 那再来第三点就是说 低本益比高值利率获利成长 这条件要同时符合 你不要说我现在去选了一个低本益比 我只弄一个条件 其实是不对的 要同时具备 低本益比高值利率获利成长 那这样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条件来讲的话 那代表一件事就是说 我买进的价格 其实会拥有相对的安全边际 因为我们知道本益比 一般来讲的话 当一家公司获利 多赚一块钱 散户愿意用多少钱去追 比如说你用20倍本益比 散户愿意用多花20元去追档 这档个股的股价 那可是当获利由赚钱修正 变成亏钱的时候 本益比迅速下修 下修一块钱股价就会差15块 到20块之间 所以呢 这三个条件 后面这个条件 如果它能够符合 那就更好了 你又买的本益比安全边际相对较高 但是获利有机会向上成长的 或者你已经很明确看到它在成长 那像这一类的个股来讲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的多 好 那再来第四点 什么叫变异系数 其实变异系数 它就是我们在统计学里面在运用 就是一档个股 在某一个区间里面 它的波动性有多大 一般来讲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 就我长期投资的一个经验 一年内 三个月 半个月的一个股价 其实并不具有参考性 因为它有可能是因为 短期因素 再来目前台湾有钱太多了 炒股人也太多了 资金盘大到那个 随便一档 两亿三亿的股票 要很好炒 像在玩股网的资料库里面 就很明显的一件事 你们可以捞资料出来一看 很多小股本的 其实假设以两亿股的股票好了 两亿股本的股票来讲 一般正常在流动 大概只有一成的股票在流动 那一成的股票就一千张 那像我们粉丝团 随便就是十万人 十万人 十万人里面 只要有一成的人出来 你跟他喊一档股票 某一档股票可能就在动 那其实这样短期的因素 其实我认为 去看短期的股价变动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那什么叫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就是 我用长期的一个区间 一般我会去看五年 因为这五年的一个区间 如果它一直股价都维持在高档 它的变异系数呢 在稳定的一个价格区间的话 它的变异系数就是 代表相对较小 所以一般 当我们像国具啊 像国具这档股票 在过去五年 它的变异系数 超过百 过百就代表波动很大 当一档个股波动大的时候 在近五年期间的波动度 大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应该去 长期持有 我们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短期 这个听起来有点像 跟VIX的指数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说 我如果人为要去创造一档个股 一直维持在高档 它很难 很难长时间 所以在市场里面的投资人来讲的话 我们去看到一些 它这样子变异系数就会变得特别的高 那这样的一个个股来讲的话 我很简单 当变异系数很高 这样的个股 你千万不要长期持有 该下车的时候下车 原本你在车上 那么你这时候就要考虑 找个好的时间点下车 所以简单来说 变异系数就是要找那种 它波动是上下上下很快的 或者说疑似的那个振幅都很大 这种就最好就不要去碰它 是没有错 那如果说一般来讲 长期的定存股 像一般定存股来讲 大概变异系数都会在10 9以下 就是10或者9以下 非常的低 非常的稳定 那有些公司 比如说有些公司 它有股价稳定政策 它股价稳定政策 就是说我每年赚的钱 不通通拿出来配 但是我配息稳定的方式 让我的股价稳定 那这也会在变异系数 就会相对较低 那我们来 再往里面挖一点 就是想要请教官 特别来讲一下第一点 怎么样从隐藏价值 来挖掘好股票 因为这个单从字面上来看 其实还蛮难想象 隐藏价值 我怎么去看得出来 我来分享两件事 我来分享两个个股 第一个个股来讲 来分享我当时 应该是在108年底到109年的时候 当时我买进一档个股 叫做元太 那元太当时 我为什么会买元太这档个股 当时买这档个股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发现了一件事 因为我们长期在写程式 写文章 那个电脑 电脑其实是直射光 它对我们眼睛 就像我们眼睛在看灯泡一样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伤害 以前我在花掉 以前在资讯部门 有时候晚上搞到凌晨12点多 一点多 突然看着眼睛出现水泼闻 然后觉得很可怕 可是呢 后来我发现了 就是说电子纸 我刚开始我是发现电子纸的产品 很有意思 因为它是自然光 它是自然光 而且反射出来来讲的话 它是自然反射光 它不是对我们眼睛直射 我觉得这个产品 发明出来 根本就是一个 对我们而言是一种福音 尤其长期写程式 所以呢 当时我透过财报软体 一样嘛 我们自己都有在写程式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我去做出本益笔的筛选 跟直立率筛选 其实筛选20倍以下 直立率5%以上 筛选出来 竟然很奇怪 筛选出一家公司叫元泰 我听都没有听过 其实元泰上一次的发达 是在iPad出来之前 那时候Kindle的电子纸 那时候销售量非常好 可是呢 它的股价也迅速的 从100多就跌下来 因为iPad发明了 那我回到这里 那各位我们来看看 就是说当时之所以买进元泰 筛选完之后 我把它的财报调出来 有没有注意到 它的权利金收入高达22亿 单位是签 107年的权利金也高达23亿 我们常常讲 我们看财报 我们会去做前后年度的比较 当我去看到22亿跟23亿 前后年度都一样 其实它就差不多 其实就代表一件事 这是一个稳定的收益 非一次性收益 所以财报软体筛出来的时候 它本益笔相对在20倍以内 质利率在5%以下 每年它光权利金贡献给它的EPS 就高达2块多 那么股价才30块 便不便宜 便宜嘛 于是呢 我就买进了这一档个股 买进这档个股之后 我就开始 我又更深入的去研究 它的产业 我就去买了两个电子子阅读器 两个电子子的显示器 那可能国内我大概前几名 排名去买电子子显示器 那这样来讲的话 我发觉这个产品其实真的是市占率高达90% 非常有成长空间 而且又刚好碰到了乌尔战争能源的缺乏 你说原态占有市场90% 对 超过90% 所以后来在疫情期间 我就发现了一件事 很多人回传给我的讯息 我包含我出去玩 我看到很多公车站牌都已经改成电子子 因为电子子站牌有个好处 它完全不需要什么布线 它一块太阳能板的电力就足够供应它好几天 因为你在台北市要挖马路那谈何容易啊 包含我们看高雄 桃园 很多地方我们看到就是电子站牌 再来 很多出国旅游的一些朋友啊 都会传一些讯息给我 教官 你知道吗 这个卖场通通都是什么 都是电子纸的那个标价版 这个电子纸标签在各大超商普遍的在运用 为什么 因为欧美的人力成本高 欧美人力的只有我们台湾 最大的那个超市 还是在用人工在那边贴标签 那多累啊 所以这是我挖掘的一个隐藏的一个价值股啊 那后来呢 诶 其实在之前 之前我们透过财报软体去筛选的时候 我们去筛选 其实我经常在讲 我不管是透过任何的APP 任何的软体在筛选 最后的决策还是在人 所以重点来讲的话 就是说低价股还是能够找到好股票 高价股来讲的话 当然我思考的方向可能就会不一样 我们直接就跳到变异系数这边 因为变异系数这边比较外面少听到人家在讲 所以我想说直接问教官 你怎么样用变异系数这边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用这个东西来找出好股票的方法 好我们来看 像近五年变异系数低于10的个股 那我们就列出一些个股 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就是说 像远东营啊 华票 第一宝 黄鼎 达利 昆林 环泥 南桥 这几档个股来讲的话 它近五年的变异系数低于10 而且它股价低于什么 它股价低于20倍以内的本益比 20倍我们叫做大概在15倍以内的本益比 好 那么15倍以内的本益比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相当于我 假设它一年赚一块钱 差不多它的股价是15块左右 那这样子如果它赚的钱 通通拿来配给你 大概殖利率可以到6.6% 那像这样的一个个股来讲的话 其实低于10的个股大概会有几十档 那我们因为画面的关系 我们就罗列这些 那像这一届的个股来讲的话 我们会怎么样回推合理股价 我会去 变异系数低于10代表它股价 这五年都很稳定 上下变动不大 那这时候EPS 每年的EPS 0.96 1.04 比如说以滑票1.04 那如果说你是要用便宜价 那你就乘以15 大概15块以内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便宜价 那本益比倍数 个人可以按照个人的风险去做调整 那如果是说20倍本益比 大部分人喜欢用20倍的本益比 那么20块以内 你都会觉得是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 但是我们看到它的股价 目前大概在14块3左右 那比如说像 环尼 环尼每年EPS 2块钱 但是环尼比较特别 环尼其实它每年 它大概有7成到8成的获利是来自于大陆 那我必须要特别提醒 大陆目前的经济 其实我们从各方面来看 大陆目前是逆风的 所以它有7成到8成的获利 是来自于大陆的六合机械 所以环尼其实主要获利 并不是水泥业 主要获利是来自于汽车业 所以在大陆的部分 在逆风的状况下 这时候我们再用2倍的EPS去 平均EPS去乘以15倍 其实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 那这是你必须要去思考 在现阶段 当你去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去思考 获利有很大比重在大陆的 可能在今年 甚至于明年可能都会逆风 那你可能在投资的时候 就必须要省省 所以这些列的 变异系数低于10的 这些个股来讲的话 南侨在大陆也有很大的比重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筛选出来的 变异系数低于10 便宜价的个股 有非常的多 但是有非常多的一个状况下 那我会尽量挑选 主要获利在哪里 在台湾的部分 那这样来讲 你才能够 利于不败之地 那如果说 大陆比重较高的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去思考 短期 现在这个阶段 除非它股价有很大的修正 有很大的修正 那我可以在相对便宜的价格 进去买进它的时候 那你这时候再去考虑 不过话说回来 反正有很多档 我干嘛要去挑那个 我干嘛去挑那些风险嘛 对 是没有错 OK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也是 网友的问题啦 所以说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那我们到底应该选择 较低价 又可以稳定领袭的金融股呢 还是应该干脆去买零股 去买那种高价的全职股呢 请问教官的看法 好 关于观众的一个问题来讲 我来跟各位分享 那 像金融跟全职股 近五年的一个平均绩效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到这些金控 近五年的平均EPS 比如附邦金 国泰金 赵峰金这些 我们光看两个 附邦金跟国泰金 附邦金跟国泰金 近五年平均EPS69 好 6.9 国泰金是5.41 那你会说教官 那我是不是 附邦金用20倍本益比 去回推他 附邦金 应该要用120块进去买 都很便宜呢 那么国泰金 平均EPS5.41 我用20倍本益比 100块 110进去买 都很便宜呢 其实教官要告诉各位 不是这样看 我先跟各位讲 这个概念 你要记得我跟你讲的 金融股 你不能用EPS 去回推合理股价 等一下会告诉各位 为什么 好 那么在全职股来讲 我们看到 全职股近年来的EPS 以台积电 EPS 21.81 其实我们很知道 台积电在过去的三年 因为全球封城的关系 3C卖的很好 于是包含像电动车 这类的一个产品 在3C的半导体 需求非常的高 所以在过去的三年 台积电的获利非常的好 但是今年很明显的 在前九个月 当然十月份说 十月份比九月份成长了 但是在前九个月 我们发现 前九个月相较去年同期 其实还是大幅的衰退 所以如果说假设你去乘以20倍的本益比 21.81乘以20倍本益比 你会认为就是说 400块 400块以内相对便宜 就我个人而言来讲 那我市场上面本来就是 资金会往高报酬的地方去 那对我而言长期投资者 我就会觉得 他如果能够低于在400块 甚至450以内来讲 对我而言会是一个吸引的价格 可是如果他的本益比倍数超过20倍以上 对我而言 我情愿去选择其他的相对稳定的一个个股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来看 比如说以联发科 联发科39.82 你乘以20倍本益比 市场给他的价格884 那你如果乘以20倍 大概在800块左右 差距就不大 那比如说像鸿海来讲 你去乘以20倍 你会觉得160 你都相对便宜 但是鸿海也是一样 鸿海在这三年其实也是3C全球封城 大家不晓得要买什么 在家里的时候 大家都去买iPhone 所以我们家包含我国小的女儿 也都是用iPhone 所以重点来讲的话 我要告诉各位 半导体各产业 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个本益比倍数 那就绩效来讲的话 你去计算它的一个殖利率 它的EPS很高 我们看到它的EPS很高 但是殖利率来讲的话 其实相对可能比目前来讲的话 银行的放款利率再高一点 好那我现在回到刚刚所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评估金融股的时候 为什么不能去用EPS来评估 最主要的原因来 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 各位 这是在111年的财报 金控的财报 很多朋友会问说 教官为什么金控财报 跟一般公司的财报是不一样 因为金控没有成本 所以金控财报格式跟 一般公司的 传产的财报是不一样 各位我们来注意看 我们来看富邦金 注意看富邦金哦 富邦金在去年本期税后 净利478亿 国泰金379亿 各位 它的股本都是几千亿的 OK 好 那么你看到 富邦金赚478亿 国泰金赚379亿 可是呢 你没有注意到 大部分人 新闻媒体都不会告诉你们 好 这个节目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就告诉你 哎 各位 在去年 富邦金账上 透过其他 本期其他综合损益 亏损了多少 亏损3976亿 3976亿 国泰金亏损3443亿 于是富邦金的本期 税后净利478亿 加上去年本期其他综合损益 亏损3976亿 本期综合损益 去年富邦金亏损3497亿 国泰金也是一样啊 国泰金本期税后净利赚379亿 本期其他综合损益 亏损3443亿 本期综合损益大亏3063亿 合计两大金控 去年亏损大概6500亿 我会问你们啦 那你都买金控 我会问你们 那为什么去年亏损了 富邦金亏损3497亿 国泰金亏损3063亿 那么去年他们的EPS 竟然都还是证数 那是因为大部分 其实10个投资人 有9个投资人不知道 因为财报的EPS 只计算到本期税后净利 那么这时候 那可是一家金控 金融股 一家金控的体质 其实你要看他的本期 其他综合损益 因为这两大金控 光去年都亏了 大概三分之一的股本 那你会说教官 那么这样的 那为什么EPS 只会证数 就是因为只赚了本期税后净利 那你会问我 那本期加综合损益到什么 金控账上持有的金融资产 可能有股票 有债券 这些它的下跌 只要它没有处分 对不起 都不用认列什么 不认列到EPS 好 再来一件事 你可能会反问我 会质问我 教官 金管会说去年 金控因为受险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亏很多 这些都是疫情亏的 各位你可以去查金管会的资料 金管会的资料说 110年金控所有的受险 残险公司 因为疫情的亏损 大概亏多少 2600亿 所有的金控的受险 亏2600亿 可是我们刚刚光看到了 富邦金跟国泰金 去年的未实现损失就亏了6500亿 代表除了防疫险以外 其实它还有很多股票的下跌 还有债券的价格的下跌 因为美国美元的利率不断上升的过程下 他们这些金控手里面持有很多的美元的一个债券 那这些债券 因为美元定存利率上升 于是债券被抛售 债券价格大跌 当你投资金控股票 你就必须要了解一件事 金控千万不要只看EPS去买股票 真正它的体质 还是必须要去搭配它的净值 你去看它的本期 其他综合损益的是正或者是负 那当然 所以我想 不同的个股来讲 其实我们有不同个股的评估的一个标准 那么你要投资金控也好 你要投资传产也好 那要投资定存股也好 那么你就去找 证交所 他那边都有 每个月都会有公告 平均上市公司的最新的殖利率 近四年 他会公告近四年 最新的一个本益比倍数 那当然也有一个 每天他有自动更新的一个 最新的本益比倍数 你来去参考同行业的本益比倍数 如果说一样都是半导体产业 那么当然 这半导体产业务当然就是 选择类似的本益比倍数 你才不会用较高的一个价格 去持有一档金融资产 今天谢谢来宾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他的投资心得 也感谢你的收看 记得要追踪处狂人的Teregram频道 我会在里面聊盘事 还有更多的操作技巧 每周一和六的晚上八点 我们准时在YouTube频道 财富狂奔节目里面 和你再见 拜拜